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妻子坚定道 只要我的孩子能顺利出生 谁死都无所谓 吴老六点点头 紧接着抄起一根木棍静静等待产婆 殊不知她接下来的举动 差点害死全村的孩子 明朝时期 登州以南有个眩云村 这里务富民风 百姓安居乐业 这天 一个衣衫蓝绿的少女倒在村口 村民纷纷围过来看热闹 却无一人上前帮忙 好在一位姓马的产婆心善 将其救回了家 经过一番救治少女慢慢苏醒 她意识到是马产婆救了自己 当即跪倒扣谢 马产婆扶起她道 姑娘不必客气 只是你为何倒在村口呢 少女叹了口气 讲述起自身经历 她自称青霞 半年前家中遭遇水灾 从此跟着一家人四处逃难 这期间 家里人接二连三去世 只剩下自己 之后 她边走边沿路乞讨 刚到眩云村就体力不知晕倒了 听完青霞的遭遇 马产婆动了侧眼之心 说若不嫌弃便住下 青霞十分感动 谢道 大恩不言谢 往后您就是我亲娘 从此二人母女相称 青霞懂事听话 除了江家达理的津津有条 还跟着马产婆一同给婴儿接生 可没多久 她就发现一件怪事 马产婆每次接生回来 都会朝家中一面墙上划一道 等划完九十九道 便不再替人接生 相应的 村中也没人怀孕 青霞实在不解 虽问马产婆是怎么回事 马产婆道 爱 这是村子的诅咒啊 马产婆说几百年前 眩云村有个好心产婆替鬼接生 哪成想着鬼恩将仇报 带着鬼儿子一同祸害眩云村 产婆一怒之下杀了鬼儿子 女鬼为了报仇 跟产婆打得两败俱伤 最终女鬼被封印 却给轩云村和产婆种下恶毒诅咒 每年只许九十九个孩子出生 若产婆多接生一个 她就会解除封印杀光所有新生儿 这时 有人提议说 产妇自行产子不就行了吗 哪知 第一百个孩子死活降生不到人世 不是妖王 就是死胎 所以 轩云村向来都只有一个产婆 且每年牺牲儿只有九十九个 得知实情 倾侠难过道 爱 可怜那些未能出生的婴儿 马产婆道 伤心也没办法 几百年来无数道士都拿她没辙 轩云村人只得任命 转眼又是一年 在马产婆的教导下 青霞也成了产婆 马产婆表示 等接生完九十九个婴儿 便将此重担交给她 哪成想 就在马产婆接生最后一胎时 出了意外 这天 村西透的五老六 跑来找马产婆 说妻子要生了 剑墙上已滑九十八道 马产婆道 刚刚好 你家是这年最后一个 一道吴家 马产婆就听吴家媳妇 正在屋内哀呦哀呦叫不停 猜测太阳水已破 碎尽无皆生 可当看到她肚子时 马产婆犹豫了 那肚子比普通产妇的高出一大姐 即便足月大的胎儿也没这么大肚子 马产婆猜测 吴家媳妇怀的极有可能是双生子 若真如此 这胎断然无法接生 这时 吴老六急道 您倒是快点啊 马产婆面色阴冷道 老六啊 村子的规矩你忘了吗 吴老六故作镇定道 我当然没忘 您是怀疑我妻子怀了双生子 您放心这胎只有一个 在吴老六解释下 马产婆相信了 虽放心大胆地接生 哪成想第一个胎儿出生后 他突然惊呼一声 紧接着撒腿就跑 殊不知吴老六正拎着木棒 一脸阴沉地站在他身后 彼时 青霞正交集等待马产婆 哪知临近半夜他也没回来 青霞实在担心 便跑到村西吴家询问 吴老六却说 两个时辰前马产婆就走了 自己也不清楚他去哪 告别吴老六 青霞四下寻找马产婆下落 中在村口的小河边 发现他的尸体 恐怖的是 尸体肚子被人剖开 并用杂草填满 青霞见状 眼泪夺眶而出 怒吼道 这究竟是谁干的 次日 马产婆的死讯传遍全村 引得全村人来吊咽 大家纷纷劝青霞振作 他还得肩负起鸡生的重担 青霞却充耳不闻 一心认为马产婆死得蹊跷 初遍当天 青霞独自跪在马产婆坟前许久 边哭边问道 娘 害您的凶手究竟是谁 您给你而提个醒而言行 这时 坟旁的草丛中传来沙沙声 青霞吓了一跳 捏手捏脚过去查看 哪成想 远是一条足有顽口粗的母蛇 她背上有个极深的大口子 许是太疼她使劲扭动蛇身 才发出声音 青霞心疼道 你为何会伤成这样 太可怜了 说吧 她似乎下定某种决心 掏出一小瓶血 轻轻倒于蛇伤口上 神奇的是 那伤口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青霞惊讶道 这99滴新生儿的血果然厉害 原来 马产婆每接生一次 就会取走新生儿的一滴血 待混合99滴后便风瓶装好 据说此血蕴含巨大的生命力 半只脚踏入鬼门关的人都能救回来 马产婆留着她 就怕遇见难产之人 万一有三长两短好用来救命 母蛇感激地冲青霞点点头 消失在夜色中 青霞击败完也回到家 由于过度劳累 她很快就进入梦乡 恍惚间她做了个梦 梦中那母蛇口吐人言道 恩公 你将大难临头 应当快快准备为妙 青霞惊讶道 此话何意啊 母蛇表示自己哪一条千年蛇腰 日前碰巧在此修炼 却被一个道行极高的女鬼偷袭受伤 她得知女鬼被封印几百年 出来后想找人试试法力 才对她下毒手 那女鬼真正要杀的 则是村中产婆何新生儿 闻听这话 青霞堵定有人破坏规矩 令女鬼破除封印害死马产婆 想到这儿她目光忽然阴冷下来 问道 我知道放出女鬼的是谁 可眼下得先除掉女鬼再说 母蛇道 明晚子时将有一新生儿诞生 那户人家会找来找你 切记接生时别掌灯 一切交给我 青霞点点头 果不其然 当晚村东老王请青霞接生 一进门 他便嘱咐道 老王大哥 务必得把家里的灯全吹灭 否则会有危险 老王吓得立马照办 此时刚过 老王妻子便痛苦哀嚎起来 屋内温度也下降不少 青霞的心提到嗓子眼 这时 房梁上传来讥笑声 嘻嘻嘻 既然你们不守规矩 别怪我无情 说吧 朝青霞扑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 母蛇现身死死咬住女鬼脖子 只听嗷嗷几声惨叫 他便化成一堆白骨 母蛇道 我也让你尝尝被偷袭的滋味 原来 母蛇不让青霞点灯 是为更好隐藏气息 便于消灭女鬼 此时 产妇在青霞的帮助下 母子平安 事后 青霞带人冲进吴家 果然见夫妻俩抱着双生子 揭开马产婆被陷害的实情 不过村中大多数皆为心地善良之人 只将吴家逐出村子 最令人欣喜的乃是轩云村不再受诅咒困扰 孩子终于能顺利出生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